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妹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两尊附身符 一尊是柴腕 也叫药师佛 然后一尊呢,是神的,做神音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尊柴腕 这个都是有这样的,它的验证卡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验证卡 这个就是柴腕小金森 等一下我放大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尊重呢,是比较小的,比较迷你的 这款可以看到是一个小金森的样子 来看一下它的侧面 背面 这一尊呢,叫柴腕 然后呢,它是由龙婆扁大师傅 开光起步加持的 妙名是佛利寺2554年 这一尊 为什么这个叫采腕呢 通常的话有的是叫药师佛 通常分为佛盘里面 有的是有放滚珠和没有放滚珠 如果佛盘里面有放滚珠的话 它们都会称之为药师佛 如果没有放的话 也就会称之为财腕 叫帕财腕 帕财腕呢,就是战胜胜利的意思 然后呢,是招财 非常厉害的哦 庙里呢,都会供奉要师佛 给这些三性们摩拜 祈求愿望 可是对一些经常出远门的人 可能就不方便了 而且是外出谋生的人 就比较容易遇到 遇到一些不好的东西 或者是说感染疾病 所以呢,就很多寺庙里面 住到这样的小佛像 让其他信众啊 佛友们呢 共请大家身上可以保平安 化疾病危难 那么 药师佛 为什么里面会藏有一颗朱纸呢 或摇动手发出声音呢 其实呢,这个也有几种说法的 分别呢 它其实在中国呢 有中国的版本 有泰国的版本呢 根据古代的传说 凡是铃声响起呢 并能够救急 而上天的菩萨必定赶来解救 泰国祝照佛的宗旨呢 不一样 圣女们认为 佛珠有圆满之意 可净化 消除业障 而且铃声也能代表 响亮之意 福正念 佩戴可助的大福报 下面 就给大家说一下 帕柴瓦 帕柴瓦的体积呢 比较小 然后呢 药师佛的体积可能会比较大 所以呢 帕柴瓦呢 还会做得比较小 所送给心爱的人 佩戴保佑平安 能够恩爱白头截牢 享尽人间富贵福报 像卡拉培呢 医生呢 出过很多的药师佛 还有财腕 佩戴药师佛呢 有助于消除疾病 然后保健康 还能为你治疗一些比较 暗小细微的暗病 并且呢 也可以破除一些不好的磁场 邪怪呢 不能入侵 保证呢 时时刻刻都能够出入平安 以及安心 所以呢 佩戴这一款呢 既有药师佛的功效呢 也有招财的功效 所以呢 招财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还能够提升你的领导力 在事业上呢 也能够帮助您 试试顺心 万事如意哦 接下来我给你们看 第二款先哦 那么这是第二枕呢 损得做神医 啊 这个呢 是有这样加了一个壳 到时候也是送给你们的 它原本是没有壳 到时候后面 然后呢 我给它包了一个这样的壳 可以看到 这个是 龙博培 大师傅 开光 祈福 加持的 这一尊 佛力呢 是2537年 妙明 那么下面有做了这样的一个神医 没有看到哈 神医 神医呢 代表具有领导力做事情呢 会被人尊重 不会说被别人瞧不起呀 这些反而呢 就是会做到别人的一个尊重啊 那么它除了能够加钱我们自身的一些人员 几财器 除此之外呢 背后呢 还有大师傅本身的法相 看到吗 让你无时无刻都有亲和力 待人处师方面呢 也能够更加得心应手哦 这个呢 采用的材质就是那个圣粉 圣粉 然后呢 再加花粉在里面呢 这些 龙博培大师傅的那个 筍底呢 是非常非常的出名的 一直要给你们强调 真的是非常出名的 我的第一尊牌就是筍底哦 我的入门级的第一尊佛牌 就是筍底 至今啊 我还是很喜欢佩戴筍底的 很漂亮啊 这尊看到没有 这尊的话是一个彩虹色的啊 也叫彩虹版的 筍底呢 只要你用心的佩戴啊 诚心诚意的祈求 简单来讲啊 佩戴筍底呢 也是属于全功效 全功能的 在哪一些方面有不足呢 它也可以帮助你到哪一些方面 不管是工作的方面 还是家庭的方面 都能够帮助到啊 能够让你得心应手啊 顺风顺水哦 还有呢 就是受到别人的尊重 然后呢 如果是说你是做 嗯 做一些啊 怎么讲呢 啊 做做一些比较想要出名的东西 也能够让你的名声远播 运气呢 也能够节节高升 挺安比危险 守财招财啊 说服力是非常强的 提大资词记得点赞 关注订阅一下哦 谢谢